上一集我們說到 我突然之間的腦瘋了一聲 然後全身僵直 一下子就跌倒在旁邊的草地上 山上的晚黑的露水很重 草地上現在全部都是露水 風又大很潮濕 當我跌倒在地上的時候 我感覺到自己就像一塊燒紅了鐵片 正面就很熱 反面就更加熱 彈田當中有一道火焰 而這道火焰衝天而起 燒到我整個人都快要瘋了 我感覺到我好像要窒息 我拼命地在呼吸 但是我覺得每吸一口氣 就有一種肺葉就來消融的感覺 這種磅磅的力量洶湧而出 集中在我身上 我雙眼睛大大 出力地在叫 但是根本就叫不出聲 隨著溫度的趙燃升高 這個世界變得一片漆黑 不知道過了多久 我在被那種無盡的力量 撐到幾乎快要爆炸的時候 我突然間見到一束光亮 這束光亮從天而降 直接射進我眼裡 我擔高了頭 看到一尊巨大的魔杖浮現於九天之上 他人身牛蹄 四隻眼六隻手 頭上有四隻角 耳瓣走似一支支的劍 日相怒暮狠狠地刺入我心裡 這種滔天的威勢一舉壓下來 我很害怕 我心裡不敢臣服 我口裡不停地高聲唸咒著 無上魔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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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力地叫喊著 似乎想引來那個魔磚的注意 他在九天之上 彎的身亡了下 見到是我並沒有說話 但那種冰冷透徹的眼神 好像一盆冷水般嬌了下來 令到我整個靈魂都在打冷陣 感覺到這個世界都要在路易當中全部攤貼 而我就會被他掩埋 就在我陷入絕望的時候 他微微地移動一下他的身 口裡吐出一滴的精血 在九天之上慢慢地下降下來 注入了我的靈魂當中 我全身就像觸電一樣 不停地抽動 整個世界一時好一時壞 我覺得我自己下一秒鐘就要死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耳邊突然傳來一個很自亂而又清脆的聲音 一開始好像很遙遠 但是又好像很近在我耳邊一樣 緊接著我模模糊糊的意識重新凝聚起來 在自我的觀想當中 我的心臟流著一滴金黃色的鮮血 從眾魔經註解所住的奇經百脈那裡經過 一直匯集在我右眼之上 這樣一激發 黑暗無邊的世界突然變得簡單很多 我看到一絲一絲的光束 在頭頂慢慢地飄落 將我全身綁得結結實實 但是那裡精血流過的地方 就將它齊齊齊地全部剪斷了 這樣一爭一奪 鬥爭無比那麼激烈 以作為主場的我來說 我感覺到這個世界充滿著惡意 想起剛才那個好像山泉那麼清脆的聲音 我勉強地張開了另一隻眼 只見一個容顏壽麗的少女 正是蹲在我面前 向著我很緊張地叫 我一開始覺得很朦朧 而當意識在痛苦之中極力地掙扎出來的時候 我才看清這個少女的年紀並不算大 十三四歲的樣子 嬌美的臉容 雪白的肌膚 唇紅紫白 眉目如畫 一雙眼就像墨水點化一樣 明目流轉 比那個黃老的肌肉更加勾人心棒 一身的白衣顯得她落落大方 就是這個時候 我還聞到一陣淡淡的好像蛇香的香味 在她身上飄散過來 令人感覺到好像身處天堂一樣 美人美景 雖然說這個少女的年紀比我還要小幾歲 但給我一種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 我真的感覺她好像天仙一樣 在不知不覺當中 我心裡的求生意志突然強烈到極點 我一咬牙向上一用力 這一用力竟然將無盡的空虛全部光速增斷 在我耳邊傳來一陣隱約的探飾聲 接著那種沉重的好像山的壓力 也消失於無影無影 這一刻我終於感受到由內而外的輕鬆 我躺在地上全身都是冷汗 我感覺到我鼻那裡濕黏黏 下衣色一抹 只見手掌上全部都是鮮血 這樣才知道剛剛我身體承受了這麼巨大的壓力 已經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破損 雖然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力 我立刻爬起來 向著那個一面焦急 好像天使的仙女笑著說 沒事沒事 我剛剛有些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那天仙的少女笑了一聲 你剛才走火入魔? 我還以為你自己卡住的門檻 跌在這裡 雖然有點不相信 不過這個少女依然很認真地扶著我來到旁邊的小院 來到那幾個大水缸的旁邊 這幾個水缸都是那些道士在山腰全眼的地方拿回來的 水缸又高又大 他唸起的腳也不夠高 他看著我一面鮮血的樣子 好像很恐怖 接著扶著我坐在牆角 然後又過去搬了一張椅子 騎上一張椅子那裡 拔了點水給我沖洗 我看到他身材渺條 好像一隻鳥一樣 往前往後 我心裡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湧起了一團火 我覺得我自己坐在牆角底下有點不自在 於是也走過去幫他拿水 我過頭比他高很多 所以我拿起水來就不困難 不過月光底下 看到水面自己的樣子 我不由得很慚愧 立刻把自己的臉沖洗幾下 濕粒粒的整面都是水 這個時候 那個少女身材好像柳枝一樣柔軟的手指 遞了一塊手筋給我 叫我擦乾淨 我小心翼翼地接觸過來 感覺到這塊手筋真的很柔軟 上面有著少女同樣的昏芳 我有點不捨得 我看了她的眼 接著作賊心虛地 隨便地擦乾淨 等我擦完的時候 她露出笑容問我 怎樣啊 你現在好些什麼 剛才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沒有還回手筋給她 而是下意識地把手筋握緊 然後握一握頭 解釋著說 我…我也不知道 剛才一下子覺得她的頭像炸了一樣 應該走火入魔吧 我再一次這樣強調 令到她都認真對待起來 她看了我一會兒 這樣才落落大方說 原來是這樣 你是個修行者 我叫蕭應雁 家裡的人都叫我小雁 我是本地人 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女孩本身年紀不大 但端莊得體很大方 被人感到並不是那種 細門細戶出身的人 我於是掩握頭 自我介紹說 我叫陳 我立刻停下了 慢著 陳二坦這個名字 不行 太粗俗了 我現在真的深深地覺得 我爹和我改這個名字的時候 這麼黑心 她老人家到底想什麼呢? 二彈這麼粗俗 居然上都敢跟我起 平時我不覺得怎麼樣 但在這個這麼漂亮的女孩面前 說得出口嗎? 我想了很久 我先說 我叫陳二 來自金陵 是官方工作人員 我老家在苗疆那邊 我好像倒水一樣倒 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來歷 都和這個相識不足半小時的女孩 全部說出來 等到我嘰嘰嘰嘰嘰地介紹完自己 這個少女小顏 有點失望地嘆一聲 她蹲在我對面 哦 我還以為你是來參加茅山的海選 原來是官方人員 我看到她有點失望的表情 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的情緒也變得有點失落 我下意識地問她 什麼是茅山的海選? 茅山海選? 一聽到這個話題 小顏就變得很興奮 她握著她的拳頭說 茅山已經封山了三十多年 失聯了之後 除了少數有機遇有幸運的人之外 就沒有人再能拜入茅山門下 聽說這次重啟山門之後 茅山就會重新授途傳孽 將那些神秘的茅山道述 和對道學的感悟 還有那些修圍繼續傳承下去 很多得到消息的人都已經紛紛趕來 就是希望可以拜到在茅山門下 我還以為你 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愚愚愚愚愚就說 拜入茅山門下有這麼重要嗎? 小顏很堅定地掩握頭 她那雙黑咩咩的眼珠 流露出了很鋒利的光芒 她大聲地說 當然啦 我一定要加入茅山 成為好像我太公那樣的人 成為茅山的長老 我看見她一副很堅決的樣子 我心裡不敢多了幾分敬意 不過接下來我就有點疑惑了 我總是覺得有什麼忘記了 蕭英顏 等等 她又是本地人 也就是說她是居庸人 而且她早上曾經是茅山的長老 這樣莫非她就是 我心裡狂起 大聲地說 哎呀哎呀 你…你…你就是那個… 我說話還沒說完 突然間 在遠處裡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 小顏 小顏 小顏啊 你在哪裡? 小顏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馬上嚇了一大跳 好像被踩尾的貓一樣 左右地看一看 然後順著聲音的方向跑出去 我呆在那裡 直至她走遠了之後 我才想起我手裡還拿著人家的小匙來 你第二天才還給我 小顏走了 我有點失魂落魄 我過了很久 我才想起我剛才跌在草地上的情境 我不由得心裡一驚 剛才到底是否因為我即將面臨十八歲 然後心默突發 還是那個黃老到底對我用了什麼手段 才令我變成這樣 我陷入了沉思 而我沒有坐多久 身後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嘿嘿嘿 真是人生何處百相逢 二蛋 沒想到你又在這裡 好了 來的人又是誰呢? 我們下集再說